难怪小龙女会丢失清白之身 你看杨过是谁的儿子 国境难逃其咎 纵观金庸全集 金庸笔下涌现了诸多女主角 而小龙女是金庸书中 唯一一个丢失真洁的女主 那时小龙女带着杨过 潜过了古墓的水道 逃脱了李莫愁的追杀 二人在中南山的草地上 盖了两间茅草屋 日子倒也过得惬意十足 没过多久 小龙女遭遇了疯疯癫癫的欧阳峰 二人大打出手 幸亏杨过及时发现 制止了这一场打斗 欧阳峰早在数年前 就认了杨过为一子 如今再次相遇 欧阳峰决定将一身所学 倾囊相受 和欧阳峰癫狂之下 竟认为小龙女会偷学她的武功 于是临走之时 瞒着杨过 用逆转经脉之法 点了小龙女的周身大学 小龙女无法动弹 只能安安静静地躺在草地上 却被路过的尹志平 趁虚而入 夺走了宝贵的真洁 杨过练功归来 解了小龙女的学位 却被小龙女 当成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 二人继而产生误会 就此开启了 聚少离多的孽缘模式 看到这里 似乎能明白 神雕侠侣为何有这么高的知名度了 只因小龙女 起初被金庸刻画的冰青玉节 好似一位戏风引路的九天玄女 和这么一位不容亵渎的仙女 却被一位道士辣手摧花 这样的剧情反差 自然会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人刻骨铭心 然而金庸笔下的其他女主 诸如黄荣周芷若 他们也都差点被歹人夺走真洁 为何黄荣周芷若屡屡能逃脱魔爪 就偏偏小龙女难逃厄运 其实小龙女之所以会丢失清白 毫不过一个规律 及因果报应 认真看过射雕三部曲的朋友 或许还记得在牛家村 郭孝天为了救杨铁星 被断天德砍断一条手臂 数年之后 郭孝天的孙女郭福 挥舞力剑砍断了杨铁星孙子 杨过的一条手臂 随着杨过的那条手臂 应声落地 杨家欠郭家的那条手臂 总算两轻了 无独有偶 杨康当年在牛家村杀了欧阳克 让欧阳峰碰失爱子 于是数年之后 杨康的儿子杨过流落嘉心 疼欧阳峰的义子 有趣的是 杨康当年还害的郭靖 黄荣身受重伤 只能躲在牛家村的密室里疗伤 多年以后 杨过的妻子小龙女 也身受重伤 杨过只能带着小龙女 躲到古墓 凭借寒玉床疗伤 这样看来 小龙女之所以会丢失清白之身 多半也是和这个因果报应有关了 你且看一看杨过 到底是谁的儿子 郭靖难逃其咎 看到这里 想必有一些读者会说了 杨过不是杨康和慕念慈的儿子吗 没错 在三联以及新修版的设定里 杨过的确是慕念慈 与杨康所生 不过 在连载版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 杨过的母亲并非慕念慈 而是一个捕蛇女幻作秦南晴 秦南晴极其美丽 郭靖为了对付欧阳峰的毒蛇 追捕血鸟 机缘巧合之下 邂逅了秦南晴 郭靖憨厚善良 秦南晴温柔漂亮 二人结伴追捕血鸟 度过了极其温馨的数月 秦南晴很快就爱上了郭靖 郭靖也喜欢和秦南晴在一起 直到黄荣寻来 郭靖这才想起自己是有女朋友的 书中是这么写的 郭靖和秦南晴忽听身后似乎有人 郭靖一跃而起 叫道 荣二 只见地下一片清光 褪影交横 哪里有半个人影 后来郭靖猛然醒悟之下 转身去追黄荣 却将秦南晴抛之脑后 在郭靖的努力下 他和黄荣成功复合了 不过让郭靖难逃其就的是 由于郭靖的疏忽所致 他和秦南晴的踪迹被杨康发现 待郭靖离开去找黄荣之时 杨康趁虚而入 继而玷污了秦南晴 书中是这么写的 只见一个轻衣女子晕倒在地 正是南晴 黄荣忙过来给他割断绳索 南晴一面道谢 一面抱起婴儿 定了定神 才含羞待溃 述说经过 原来南晴在铁掌风上 被杨康所无 竟然怀孕 回到故居后生了一子 等于说 在最初的设定之下 杨过的生母并非木念慈 而是和郭靖极其暧昧的女子秦南晴 只是金庸觉得 这样的剧情走向 未免影响郭靖痴情专一的 侠之大者的形象 这才将秦南晴与郭靖 一同追捕血鸟的剧情 在随后的版本里删除殆尽 为了不崩坏剧情架构 金庸将秦南晴和木念慈合二为一 于是在三连版和新修版里 杨过就成了木念慈的儿子 否则在连载版的《神雕侠侣》中 少年杨过是姓秦的 原著写道 郭靖孝道 你跟我说你姓什么 我就放你 那少年心道 我偏不说 让我说个假姓名骗骗他 于是说道 我姓秦 名字叫蛇尔 你快放我 这样一来 小龙女身为女主 为何会丢失真结 不就解释得通了 只因杨过的生父杨康 当年毁了秦南晴的清白之身 在因果报应的作用之下 杨过的妻子小龙女 则被尹志平毁掉了真结 不得不感叹金庸著作的巧妙 看似杂乱无章的剧情 实则环环相扣 让人看了不由的拍案叫绝